欢迎大家回到脆味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菜煲糯米饭 大家吃这个腊米糯米饭就吃得多了 一定要试下这个菜煲糯米饭 做出来很简单 我们先蒸熟了糯米 炒好馅料 腊肠虾米 我们放入去拌匀 就可以吃得了 如果想好吃 我们就放一点花生碎 不够咸 也可以加少许油 或者生抽 这个糯米饭 就不太油膩 就很适合我们不喜欢吃油的人吃 这里我有4勺糯米 我就先把糯米洗净 然后用水浸 最好水就要过倒糯米 就让它浸水 两三个小时 我们就拿出来用锅 隔干水 如果觉得4勺糯米饭 如果觉得4勺糯米饭 大家可以减少 不够可以加多 我买这包就是炒蛋 菜煲粒 里面有230克 先把它洗去两个水 最好用手拿干它 然后浸半个小时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用锅隔干水 有时间我们可以浸 这里有2妈腊肠 有50克的虾米 我将腊肠用锅 给月水 轻轻滤 虾米 我就用滚水浸 浸淋之后 我们就可以剁碎它 如果用刀剁碎它 我们喜欢大粒 就做大粒 如果有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吃 我们有尽量 用刀剁碎 就好吃 我将2妈腊肠用滚水 在锅中 轻轻滤 让腊肠软熟 我们很容易切 然后我一分开四 就把它切粒 切粒 把糯米饭混合来 口感就很好 如果切片 就不同了 现在我先开油锅 煮热油 我就放蒜头 轻轻爆香 就不要爆滚 它太焦 焦就可能会很苦 也可以用红葱仔头 然后呢 我做香了蒜头之后 我就放些虾米 爆香虾米 让虾米干 一点 然后我就把腊肠倒进去 一起炒 炒至上下熟 现在我就调味了 我先放半斤糖 然后放半斤鸡蒸 然后放半斤鸡蒸 如果大家不吃 都可以不放的 或者可以放未蒸 然后我就放半斤盐 就不要放太咸 因为菜煲和腊肠已经够咸了 最后炒至差不多 我就倒下菜煲 一起炒 接着呢 我就把胡椒倒进去 这个馅子很快熟 这个馅子很快熟 虾米腊肠菜煲 炒至十分钟 熟了之后呢 我们熄火 熄火 熄火 先放些葱花 那些葱刚刚熟 就不要让它太熟 就不好吃了 那现在呢 我熄火 熄火 接着呢 我就蒸糯米了 我就用蒸笼 放一块白色的油纸上去 然后倒些糯米 再蒸 就用油纸就不黏的 用沙布 白羊布就黏的 现在呢 我就放少少油 放些油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拌均匀 用油纸就比用白羊布 就是白布 因为也有些网友问 买不到布要怎么办呀 不如用油纸吧 油纸好點 现在我就用刀 刀起几个洞 越刀得多就越好了 池的上来就快熟一点 如果大家用刀 或者用竹鲜切都可以 盖上蒸10分钟 10分钟之后打开就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再蒸10分钟 这样糯米饭就熟了 最重要是将底的糯米饭抄上面 这样才会均匀 如果不均匀的话 一下子会生米 这样就会焗久一点 我们现在先用刀再切多几个洞 盖上蒸10分钟 现在这些醬油 这种醬油就是甜醬油 它比老抽好多 我今天亦都用生抽 先把这些甜醬油倒入2匙羹 然后放入2匙羹生抽 拌均匀 然后再放入2匙羹生油 多少就自己调味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咸 或者不是那么咸 我们就随意了 现在10分钟了 糯米饭就完全軟了 我试过来 它就刚刚软熟 就很好吃 我们不需要弄得太过腍 因为拌了这些馅 腌肉就没那么好吃 现在我就先把3匙羹的豉油拌均匀 我们拌的时候也要试一下 够不够咸 还有试的时候 我还记得还有些馅料 都是咸的 接着我就放多1匙羹 这匙就是大4匙羹 就拌至完全黄醇 最好就由底拌上面 因为在底下 我们抄不易 并且下面就没有豫油 现在我用这一张油纸 就比起用布好很多 布呢 你用盐 它是会黏在布上很难洗的 油纸就不会黏了 这个时候我就放了些馅料 我们放大半 留小半 一会儿继续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就用2匙羹 就是这样拌均匀 拌至底下的糯米饭 拌至上面 然后我们就用饭殼 按到它散 让它的馅料和糯米饭均匀 如果煮到的馅料 我们都可以 这个时候倒进去 就拌均匀 最好就拌至它完全均匀 就不用一口馅料 一口糯米饭 这个菜堡糯米饭 就是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丰富 街边都会有腊肠腊味 那么好吃 就只是菜堡虾米而已 今天我就加一点 腊肠下去 就比较好吃 一上来之后 如果想好吃 我们就可以放一点花生碎 就只要放一点花生碎 不够咸 也可以加回刚才的醬油 下去 有的人喜欢吃芫荽 可以放些芫荽 和香葱 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味道 就是以前的味道 所以以前吃的东西 健康很多 如果大家想健康 今天就试下这个菜鱼糯米饭 多谢大家支持 哪位网友未订阅就帮我按下 当当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的 喜欢我的频道 帮我like 分享给家人和朋友看 多谢大家